大家好 我是慧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称作故乡 有人会称故乡叫做老家 但其实呢 故乡的定义很广泛 因为有人一出生就搬家离开那个地方了 我们也常听到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家乡 一个是故乡 一个是家乡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有人认为家乡指的是家族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地方 而故乡就是自己出生或是居住长大的地方 但也有人说 故乡指的是比较大的地点 家乡指的地方会比较小一些 例如我可能会说 台湾是我的故乡 台南是我的家乡 或者提到台湾的原住民族 我们就会说 花东是阿美族的故乡 蓝宇是达悟族的家乡等等 很多人呢 可能跟我一样 一直以为台湾的原住民只有九个族 也分不太清楚每个族之间的不同 台湾的原住民族文化非常丰富 现在已经有十六个族了 在我们眼中看起来相似的 用心去看都能够发现其中有很多细微的不同 例如说 达尔祭是布农族很重要的祭典 情面对泰雅族来说 则是相当具有意义的文化 原住民还有个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刺绣 以阿美族来说 她们的个性乐天朴实 对她们而言呢 能够吃饱 睡好 穿暖 这样就很满足了 所以在衣服上面绝对是马虎不得 阿美族属于母系社会 妈妈们的责任担子也就非常重了 每天要做的工作是多到数不清 但是就算真的很累 只要提到刺绣 阿美族的妈妈们比谁都还要谨慎 因为她们最重视的就是家人身上所穿的衣服 是不是得体 是不是完美 例如说 孩子们长大了要举行成年礼 阿美族的妈妈就会努力挤出时间 一针一线 不允许哪个图腾有瑕疵 把花样绣错这种错误更是不能犯 因为对她们来说 这件衣服不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还包含了家族的传统 光荣 以及对家人的爱 也因此 阿美族的妈妈们 就会把这些精神化成图腾 透过一针一线 缝尽要给家人的服饰里面 每当家人们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就代表她们即将迎接未来美好的日子 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 原住民族在台湾是很需要被保护的 因为台湾的文化相当多元 有汉人 客家人 闽南人等等 当一个小小的岛屿充满这么多种文化时 就很容易互相碰撞 新的文化壮大之后就可能把原先的文化给稀释掉 甚至有可能把这些原有的文化给遗忘了 这几年来有人开始重视这样的情况 所以最近大家一定很常听到 文创商品这样的名词 主要就是因为 有一群重视文化保存的人 希望可以用新的方式 把文化好好的保存下来 像我身上的这件衣服 上面的图案就是以阿美族的精神去设计的 前面铺梗铺了这么久 这个图腾的样式名字就叫做美好的日子 我们介绍了阿美族的衣服还有图腾 从这里可以知道 刺绣和编织对阿美族的人来说有多重要 阿美族妈妈不只要帮家人们编织衣服 还要帮家里的女儿编织一种叫做情人带的东西 前面我们说了阿美族是母系社会 因此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也是女生比较主动 当阿美族的少女看到喜欢的男生 就会拜托妈妈帮她做一个情人带 如果喜欢的男生接受了这个少女的情人带 就代表双方都有意思 有机会结为连理 因此呢就跟前面我们所讲的 刺绣编织 对阿美族人来说 真的是从小到大 从年轻到老都息息相关 阿美族的刺绣图案 还有颜色也有很多种 就衣服来说好了 女生的衣服呢大多数都是红色还有黑色色系为主 男生的话呢则是穿蓝色上衣配上黑色的短裙 有时候呢也会搭配上红色的绑腿裤 当然咯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他们的衣着上呢都会有很多精美的刺绣图案 不管是花草纹路或者是太阳的纹路 甚至是舞蹈人形的图案 都是阿美族人们呢常常拿来使用的素材 有机会呢多多的观察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哦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走走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香在英文中有哪些特别的用法呢 千万别错过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